阿华甜应该是大家都喝过的一款饮品了 它的味道类似可可味的香浓 不管是热饮还是冰饮 其实我们都可以很好的去运用 细微的粉末在产品运用葱条上 也可以比较容易融化 并不存在不好溶解的状态 欢迎收看小鱼饮品课堂 今天我就用童年喝过的阿华甜 来给大家做一款新品来尝 大家记得做好笔记哦 我们取个500毫升的雪克杯 放入阿华甜粉30克 这里我们使用电子秤做一下定量 然后加入少量热水搅匀 搅匀后我们继续加入黑白淡奶60毫升 果糖5毫升进行调味 最后根据做热或者冰的选择加冰和加水到500毫升 用八勺搅匀即可 这里有个小细节点 我们虽然制作奶茶做的是500毫升 但是我们出品需要选择700毫升的储品杯 在杯子里放入做好的珍珠两勺 再把做好的阿华甜奶茶倒入进去即可 大概我们达到杯子的八成慢以后 缓缓的再倒入芝士奶盖 表面可以撒上一些枯萃粒 这杯阿华甜的口感和颜值都是比较好的 如果放在奶茶店售卖 我给的建议卖价大家可以是14至16元 是比较合理的 大家如果还想用阿华甜做一些其他的奶茶饮品 可以多多关注我 我是小鱼音频 2024年的新品持续更新中